國慶 我們看到柯P他過去的時候 對韓國瑜還真不錯 甚至還帶著他老婆到了雲林 去看韓國瑜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卻說 韓國瑜你的資格只夠做 北農的總經理 沒有資格去做總統的位置 還左轟著蘇貞昌說 你這個有夠不要臉 還右批蔡英文說 總統沒有做好 看來柯P現在等天亮 等下雨 等到敵軍進入政地之後 再決定自己選要不選 現在看來是一個出兵的時間了嗎 他是絕對算的 我說過幾次了 從去年說到這次 大家都說他要選不選 跟你說他絕對選 不然什麼人跟他搞笑 他絕對選 而且他的後面的後進爆發力 如果在這一段時間 讓他整合成功 你說爆發力會更強 我跟你說國民黨 民進黨 都要剩下蛋 現在國民黨有幾個 不可能再回去 走回去的 民進黨也有走不回去的 對 國民黨 郭台銘 郭台銘 王金平 王金平說 選舉公報一定有我的名字 如果再選合起來 跟柯文哲 要再一個比較恐怖 賴清德 不是 王金 不是 宋楚瑜 宋楚瑜 宋審長 宋審長有黨 有親民黨 他可以借殼上市 他代表親民黨的話不用連署 而且親民黨 宋楚瑜 宋審長他還是有一些他的信徒在 宋審長為什麼不要 我可以增加我政黨的部分區立委 我可以每個地區放區域性的立委 還有政黨補助金 我可以政黨補助金 一票固定每年50塊 整億的人收 還有部分區立委 你看看這群人合作會的位 他一定會去爭取 一定會去爭取 因為這些人走不回去了 所以說你不要小看他 他在罵韓市長只夠格當總經理 說這就比較重 比較險 當初 話語太酸了 對 太酸了 張叔你是怎麼陪著你老婆 去到鄉下看他 對不對 你不就把眼睛牆牆牆牆牆 你看不出來 你不知道說他會變這樣 你看他沒指準 沒所謂 另外他說 蘇貞昌有夠不要連 這個有夠不要連 這個我就不以評論 因為我不知道 蘇貞昌有夠不要連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 說威連聲明就騙這樣而已 聲明騙 不算不要連 不能說不要連 如果說小英總統沒做好 他如果做好1124就不會兵敗如山島 對 這很正常 所以部分他講的話我們還是認同的 但是 柯文哲 我們說真的 他一個政治素人 他急著今天走到這個地位 說真的你不要當他笨 他157的 這段時間你國民黨的賣 民進黨的賣 他都看頭髮 好好的都學到港府進房 進店 路費 孫清 這時候是他出事的時候 他這邊又不算 他又等後面 後面下銀 市長先下銀 來抗獲總統 沒機會 所以他是絕對 鍋子不會貼油 絕對拚 你不用擔心 他一定算 現在我們了解過 他算他的搭檔 他的搭配 他的組合是怎麼而來 郭台銘他也心優不甘 他給他去洗臉洗洗 你看 心情不甘到他們去壞 也沒再見 也沒剩票 再見就先出來了 全世界他國家領事 他大家都生 他民主討不下去 他如果來跟柯文哲 一玩一屈居於老二 來作弧 他有錢 柯文哲有票 你不要看郭台銘沒票 他也有經濟選民票 所以他們這個組合 如果可以去串聯成功的話 對國民黨 對民進黨 都是鄭重要害 所以說民進黨和民黨很穩定 國民黨 韓國瑜也沒那麼好選 柯文哲反而他取得話語權 他現在只要如果不認 新聞記者不拿就來找他 新聞記者最愛新聞就是 命越工夫越好 越有人要看票房越多 所以未來的話語權 在柯文哲身上 不是韓國瑜也不是蔡英文 戴俊一 我們看到現在的柯文哲 智商一武器的人真的腦袋瓜子 有時候甩得還滿快的 你看他現在看著現在的蔡英文 可是不是當時的瑤瑤 看到現在的韓國瑜 也不是當時的丁守中 他也知道一件事情 現在他小打韓國瑜 小打蔡英文事情沒做好 罵蘇貞昌不要臉 但是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也最不樂見就是 柯文哲他跳出來吧 柯文哲會不會選 不是民進黨可以控制 所以我也很任性這個事實 國瑜說他一定算 不然要你收拾 好 我倒是押他不會選 這樣可以收拾 收拾10萬就好 那賭什麼 10萬是要做公益的 說指定官隊好不好 好 10萬指定官隊 我贏 我指定你關對一個慈善機構 你如果贏 我來關 謝謝 感受很會擴散 好 像你已經贏了 我當然贏 我一定贏 這個因為我在這裡講的事情 差不多這個也是很準的 韓國瑜第一個 這個我認為他應該要進來 考慮國民黨的總統 結果到最後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局 因為那個有那個時候的一個氣氛 那個時候的氣氛是國民黨想要贏 對 想要贏 所有支持者都認為 這個2020要贏 所以韓國瑜就會有機會 這一次柯P我認為他比較困難 我是認為他不會選 但是學生路也10萬 原因是這樣子 原因是怎樣 柯P這個人你說很聰明 他開始很聰明 沒有把握的戰爭他不打 沒有把握的戰爭他不打 沒有贏 沒有勝算他不打 他自己也講 這個蔡總統不是姚姚 韓國也不是丁丁 所以他不太可能再把台北市複製 他這個2018的選舉不可能再複製 所謂的氣氛不是那麼容易 對他來講 他之所以要找原子彈 事實上就是要找贏的策略 或是贏的布局 你說贏的布局是找郭台銘 找王金平 找這些兩個政黨 可能是這個階段的 不如意的人整合起來 把他變成復仇者聯盟 這個復仇者聯盟 對他來講是沒有把握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再重新啟動 他的左打綠 右打藍的策略 所謂站穩中間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他剛啟動 所以我們還要再觀察 有沒有效果 我認為效果非常有限 畢竟確實蔡不是姚姚 韓也不是丁丁 所以中間選民也不會那麼輕易 就是說認為柯P 就可以是他們唯一的一個選擇 因為畢竟這兩個人都有機會 得到中間選民的一定的支持 在民調上也是顯示出來 所以我認為柯P 現在陷入天人交戰 我先代表弱勢 感謝你的十萬 謝謝 謝謝 國慶還是當然有他的內憲 他也講過好幾次說柯P 拉攏他 但是拉攏是那個時候 他的狀況是比較好的時候 現在的狀況 從各家的民調看起來 也不是那麼好 柯P的問題就在於他缺乏 他的一個所謂作戰部隊 他如果要去登記 不管是用連署 或是找一個殼 借殼上市去登記 都沒有問題 他要連署也沒有問題 不要說他沒有問題 翁金平要算連署也沒有問題 我覺得那個連署沒有問題 所以柯P現在考慮的是 能不能贏 我認為他現在完全沒有把握 好 謝謝 代表弱勢再次感謝您 好 散管十萬 好 講到這部分 但麗娜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從這個民調的數字上面 可以看到 在7月15日的時候 國民黨的民調公布之前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資料看起來 韓國瑜的數字的確是比較偏高的 相較之下蔡英文跟柯文哲的數字是偏低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TBUS今天出來的民調當中 韓國瑜在40% 蔡英文28% 柯文哲27% 可是可以注意到一件 尤其在高頻地區 這個地方的比例來說 支持韓國瑜的 可是有到達41% 以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 目前韓國瑜他的數字來說 又回到了之前 那個基本盤的一個狀況 但薩喀都的情形之下 包含了蔡英文 陳其邁 還有柯文哲 他們現在準備要三殺韓國瑜了吧 高頻頻可以回到41% 我覺得是因為在黨內的初選 民進黨也結束 國民黨也結束之後 大家就各自回歸了 你說心比較冷靜下來了 對 也是必須要冷靜的時候了 所以這一些原先 譬如說支持其他候選人的人 該歸對的就歸對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不見得 就是會真正在這個時候歸對的人 所以這個數字可能還不是極大化的時候 但是如果從這個數字來看 小英跟柯文哲 其實是差不多的狀況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在這一場選戰裡面 綠也是初選 藍也是初選 大家打得 各自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柯文哲頂多就是在旁邊 撞一下撞一下而已 所以對他來講 其實他有沒有真正去發動過 我的感覺是 他才剛要開始試水溫 他才正要剛開始想說 如果以這種狀態 如果是今天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他似乎還有作為 他拿著第一名跟第二名打 他什麼時候會超越不知道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還有177天 是啊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常常聽到一種說法 就是說看盡了藍綠的惡鬥 然後國民黨自己又不爭氣 乾脆就投給柯文哲好了 很多年輕人中均選民 淺藍 淺綠 你好像要輸掉了 很多這種說法對不對 柯文哲會不會自己感覺 就是說其實我應該也不差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他才剛要試而已 像今天的火力這麼強 又攻韓國瑜 又攻小英的 他有必要這樣做嗎 其實他為的就是 他自己要先發動一個東西 讓所有的目光 對 所有的目光先集中到他的身上 因為現在他要變成是主角 我覺得他是開始 要開始要試一下水溫說 當我用力下去的時候 我可以衝到什麼程度 他到底要不要選 我覺得他 我比較支持委員的 就是他比較聰明 他選不選還不一定 他得看他能不能進入前兩名 他得看他能不能進入前兩名 沒有 我們也要修書 後面就是說要跟誰結合 還不一定 對不對 我們可以晚一點再修書 因為這檔子很久 很多事情都沒有清楚 譬如說他們要跟誰幹 他們要跟誰結合 這事情其實還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這個事情再稍微清楚一點 我們大概就可以稍微有點眉目 到時候如果我們三個 又做一連線的時候 我們再來修書看看 要做公益 大家一起來做都是好事 但是說回來就是說 陳其邁其實這一陣子 一直回來高雄 其實大家大概都心知肚明 他就是回來想要選高雄市長 所以在這條路上 其實是一直都沒有斷過的 回來想要選高雄市長 其實我常在講大部分的原因 還是來自於 陳其邁跟爆炸頭 其實他們有很多 在這個地方的經營 還要再繼續的地方 爆炸頭是誰 爆炸頭每個禮拜會去 爆炸頭 所以在這一些 想回來高雄執政的部分 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 但是會不會一定會是 如他們的意義 一定會造成這個樣子 國民黨自己 還是要認真努力的打仗 團結才是唯一的道路 不能夠放棄團結的這個部分 請韓市長要趕快的 對這一些內部的問題 要趕快的去做 團結凝聚的動作 要趕快要趕快的